在丽江最不缺的就是各式各样的古建筑 看惯了人潮涌动的丽江古城 如果你想安静的看一座古镇 那不妨来树河古镇看一看 哈喽大家好我是大琪子 我们现在呢是在云南丽江 来丽江啊这个大岩古城还有树河古镇 都是不可错过的地方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树河古镇 听说在今年前一段时间 树河古镇这边收了一段时间门票 后来呢因为游客太少了 现在又免费了 今天呢咱们就去树河古镇里面转一转 每一次来丽江都能赶上大晴天 在蓝天白云的硬沉下 远处的玉龙雪山也显得格外的清晰 走出城市好像远离了喧嚣 在古镇里四通八达的街道 到处都是慢生活的写照 在树河古镇里面有好多旅拍的门店 现在在我两侧就摆着很多婚纱 又给这个树河古镇增添了这么一丝浪漫的气息 丽江是纳西族聚居的地方 树河古镇自然也不例外 纳西语称这里叫少屋 意思呢就是高峰之下的村寨 我们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这座树河古镇后面紧紧地挨着一座山 这个名字可以说是非常恰到准确的 树河古镇是纳西先民在丽江坝子中最早的聚居地之一 也见证了茶马古道的发展和兴衰 当我们走进古镇到处都是花的痕迹 和丽江古城一样 小河流遍布 真是应了那句门前常流水 一户挤盆花 走在石板路上闻着花香 听着溪水潺潺 心情一下就放松下来了 在古镇的深处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这儿并不像丽江古城那样 全都是商铺 也很容易看到当地的居民 一切都还保持着比较原始 比较自然的状态 树河古镇是茶马古道上 保存完好的重要急镇 古镇核心保护区 面积大约有一平方公里 有一千多户人家 三千多人 从空中俯瞰 面积还是很大的 丽江我来过很多次了 但是这一次呢 是我第一次在丽江 感觉到特别的安静 这种感觉特别奇妙 特别新鲜 树河古镇之所以人气不旺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这儿曾经还要收 三十块钱的门票 我们都知道在云南 古城有很多 但是收门票的却是很少很少的 树河古镇呢 却反其道而行之 也正是如此 游客们就认为 反正看看丽江古城也差不多 所以就干脆不去树河古镇了 但是我们反过来想 既然这儿收门票 肯定也有它与众不同的地方 如今门票已经不收了 大家如果有机会来到丽江 就可以来这儿看一看 树河古镇就是 不管我们什么时候来 都能够体会到不一样的丽江 安静的丽江 我还是挺喜欢这种感觉的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的风景 拜拜 拜拜